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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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防晒的原理是因为UV光线是100到400奈米 它的能量比较强 在人体曝晒的话 这种高能量底下对人体的眼睛跟皮肤都会有伤害 在紫外线的根据它们的波长不同 可以分为UV A B跟C UV A可以倒到皮肤的真皮层 UV B可以倒到皮肤的表皮 而UV C几乎没办法倒到地表 所以就没关系 就那个二氧化态是常用的防晒用品 它可以把光线吸收或是发散 涉体隔离UV光 但是因为一般的二氧化态是微米或是次微米级的 所以擦上皮肤上面会显眼白色 感觉都不自然的 如果是用奈米的二氧化态防晒乳液的话 就是将二氧化态制成80到100奈米左右的防晒乳 然后它跟一般的就是市面上的防晒乳液不同 然后奈米防晒乳液的话 就是它之中的奈米粒子可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然后它们不会深入皮肤的皱褶中 它除了可以有效地隔离纸外线之外 也可以避免皮肤产生过敏 奈米粒子的话 就是它可以让可见光可以通过 所以它抹上去之后是 就是可以看出原本皮肤的颜色 不会是那个乳液单纯的颜色 听起来很厉害耶 你可以带我去买吗 我知道店还没关我带你去买 我们现在都去吧 不可以再晒黑下去了 好 我们的报告在这儿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